汤金华 后场的进攻 这边是沈业 选手他比较弱的话 很明显你可以看到力量和速度都不在一个阶级 不在一个水平上 形成了瓶抽 在前两天的比赛中 徐晨 富矮峰 汤金华是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漂亮徐晨 同伴也很难替你补 你知道吗 对 还有 哇 这郭俊杰防得真好 这三打三好玩的出球就这样子 就是打不死都打不死出球快 富海峰抢 徐晨杀 一句就是说 那你觉得这种比赛啊 就是这样的比赛方式 那对于运动员呢 就是说哪一方面的特长他能够锻炼呢 或者是说有锻炼 你可以就是比赛当中残健 可是在单打里面比赛不残健 可是现在单打往往缺少的就是快 就是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一场旅单 王一航 这个说话之间啊 东道主的徐晨 福海峰和唐金华呢 赢了第一局 这两队 我跑了一圈回来 漂亮 哎呦 球排断了 这两个队员呢 刚才是打在一块的啊 哎呀 这球沈夜失误的不应该 这比赛打出了一点表演赛的感觉啊 徐晨福海峰和唐金华最终呢 是直了两局啊 战胜了这个 这个沈夜郭俊杰和这个忠倩忠倩 这样的话呢